如果跑出来,理论上应该就是 第一个当然你要先确定你的资料夹 是不是位置对 第二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程式里面 其实刚刚没有改太多地方 主要就是三行 包含COPY 跟那个什么的,把它存档 你可以用SAVE AS 那当然我云端上面是用SAVE COPY AS 其实两个都可以啦 差别只是说 SAVE AS可以再另存成别的格式 比如说你不一定要存成那个 就是ECL,你可以存成CSV 你也可以存成其他的格式 那SAVE COPY AS不行 只能存成XL 它如果原来是什么 那你存档就是什么格式 最后把它close掉 所以其实主要这个地方 如果说假设你存档之后发现有错误 我是建议你这边可以射中断点 然后跑的时候 可以让它停在这个地方 然后可以把这个路径选起来 然后先确定一下 看一下这个路径对不对 还有里面是不是后面这个假 是不是那个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后面路径 是不是完整的 比如说我这边是C疊底下的 有没有少那个什么 双引号 斜线 有没有少那个名称 可能就检查一下 或许可以找到错误 OK 然后呢 所以中断的话 按F8 然后还没有存档 有存进来了 然后把它关掉 关掉就换下一个 那以此类推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逐一的把 所有的档案 通通通把它存到里面来了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是用所谓的那个 有一个清单 像刚刚移动的部分 那另外当然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在云端上面 其实有放其他的解法 那你们其实可以用其他的解法 试试看 那包含就是说呢 我底下还有另外一个解法 另外一个解法就是说呢 你们可以看云端白板里面的 那个 第 这边 就是说呢 我按照清单的方法 那另外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呢 我如果不用清单的话 除了用清单跟正列 那你也可以用试试看正列 之外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取得那一个 第几个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如果我假设 我不要写 刚刚的方式的话 我可以写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按照那个名称的方式 来写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差别就是 我就不需要一个清单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直接把它 贴过来这里 OK 那直接贴了 名称 基本上的差别就是说 回圈范围的话 就不是说 他的清单 而是指的是什么 第几个 比如说呢 我第一个工作表是假班 好了 那就是意思说 我从第一个 我先抓第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 去抓那个第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呢 第几个工作表的名称 放在X 所以取得 当然就第一个是假班 然后一样嘛 所以底下这三行都一样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换下一个 以班 再换丙班 以此类推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是自己去抓上面的名称 所以相较之下 第二个方法 会比第一个方法来的OK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方法一定要清单 那如果第二个方法的话呢 假如说呢 我这个时候 没有这个清单 我把这个清单给删掉 也并不影响 所以如果把这个先删掉 OK 所以呢 如果第二个方法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 不需要清单 而直接可以Run 那我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我这边一样 路径可能要改一下 这个跟我 现在的路径不一样 所以呢 把这个改一下 所以你们也是一样 基本上 程式很麻烦 一个字都不能错 OK 所以 好 那你会发现 forI等于第一个工作表到第13个 因为呢 假班到嗨班 刚好就是1到13 然后呢 做什么呢 取得名称 所以 取得第一个工作表名称叫什么 叫假班 所以第一个叫假班 我们取得假I 然后copy 所以这个三个动作跟刚刚一样 然后呢 一个 把它存到这边来 那当然你除了用save as之外 其实用save copy as 也可以 两个方法 我试过在这边都一模一样 所以你用哪一个都没关系 所以执行一下 然后执行完之后呢 再切回到第一个 这边是比较贴心的写法 那你没有写这一行也没关系 好 那执行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所以你会发现呢 他就乖乖的帮你怎么样 把工作表一个一个的帮你把它分割之后 就另外再存档了 ok好 那存完了 存完之后的话呢 完成 第一个 所以喔 这边的话又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我如果不是用清单 而是用什么 用自动取得它的名称 就是主要是这个 点内工作表的名称 那就不需要清单了 那再来的话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我刚刚讲过 每次都要手动把它删掉 可是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不要每次都这么麻烦的话 其实跟各位讲 底下我有提供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在底下这边 删除 在删除档案这底下 我们可以先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判断那个目录里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呢 假如不是空的 那我就把里面的档案删掉 所以我把这个 Ctrl C 主要这三行 我把它第四页里面的这个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上面来 也就是说呢 在执行之前先判断一下 不过也是一样 这个只是一个范本 那主要呢 要改的地方就是这个路径 因为这个路径呢 是用我们那个 学校的那个 电脑教室里面的路径 然后把它改成刚刚这个路径 所以其实 这个部分 那一样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反斜线一定要有 OK 所以呢把这个 贴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一个字都不能贴错 那一样 双引号里面的这一段 贴到这边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主要是利用有一个 叫做DIR的函数 这个DIR函数很重要 所以你想要不知道 你想要知道细节的话 你可以按F1 游标放DIR上按F1 它就会跟你讲说 这个函数很重要 OK 以后的话呢 假如你想知道某个目录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档案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函数 那只要跟他讲说 你的目录在哪里 那目录 其他也是一样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给 这根点一下 复制一下贴过来 那后面记得你要跟他讲说 你要找什么样的副档名 关键就是这个副档名 当然如果你要全部找的话 你可以打个信号 就是什么 信号指的是所有的档案 点所有的副档名 那这样的话 只要里面有档案的话 他就会认为 这个逻辑就会true OK 那如果我要找的是 里面有没有excel的档案的话 那我可以这样下一个逻辑 如果DIR里面的这个结果 假如呢 不等于 这个叫不等于 不等于空的话 那 表示说里面有档案 那你就帮我把这里面的 所有的档案 通通删掉 所以这里的话 会用到一个叫 Kear的方法 Kear的方法呢 它有几种表示方法 如果说你只是要 删那个 假斑.xlsx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信号 就把它改成假斑 可是这样比较麻烦 那边你要一个一个慢慢删 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如果要全部删的话 那你可以打个新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有加这三行的话 他就会先判断 所以哦 如果呢 我今天 让他去判断一下里面 那回传的结果呢 DIR之后的结果 应该是 有资料 所以有资料的话呢 那是不是等于没资料 所以他一定会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DIR它比较特别 因为里面有13个档案 所以有13个档名跟副档名 那他会先抓第一个 所以如果假设 里面有档案的话 他一定会先抓到一个 那抓到一个之后呢 是不是等于没有 没有档案 OK 当然不等于 所以不等于的话 不等于的话 所以这边我们逻辑是不等于 是不是不等于空的啊 所以他应该为True 所以如果你想把这个地方 选起来的话 他应该回传会为True 所以如果为True的时候呢 他应该会跑底下这个 如果跑底下这一行叙述的话呢 意思是说帮我把 这里面所有档案都删掉 所以执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他很快的哦 所以你会发现Keyer 非常的好用 他会把这个目录里面 所有的Excel档案 通通删掉 当然如果你今天不是只有Excel档 你希望全部删的话 那就是什么 变成加一个信号 所有的档案 那就是通通删除 不过你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这个Keyer方法不能乱用 因为这个方法 如果删到电脑的系统档案的话 比如说C冒号斜线的Windows 或者C冒号斜线的Windows里面的System 3个的话 那不得了了 你可能 三网Keyer掉之后的话 那你可能开机就会成问题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可能有点比病毒还可怕 好 那所以哦 我们现在已经空的 也就是加了这三行之后好处 我们再也不需要手动 每次让他三旧的资料 OK哦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自动帮我把 那个 这个问题07里面的每一个每一个档案呢 通通都帮我call过来了 OK 那他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啦 其实也是一样啦 你会发现他只要一直行的话 他就一直闪动啦 所以如果假设 最后呢 你如果不希望他一直闪动 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不希望他闪动的话 那你可以加一个Application 点什么呢 点什么呢 screen updating 把它关掉等于false 就可以了 所以加了这一行之后 哇 那其实你再把它跑跑看 我把它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 先关掉之后的话 一样哦 先把它key掉 有没有 旧资料key了 所以这边就清掉了 那如果加了一个Application 这个叙述的话 你会发现哦 他就不会一直闪动那个画面 另外一个好处哦 你会发现哦 他存档的速度 相对也会快一些些 至于快多少啦 可能你们自己还是要再去算一下 理论上加了这个东西 好处就是不会一直闪动 而且呢 直行的速度呢 也会比较快一些些 OK 所以呢 我们刚刚一下子就讲了三个重点 可能大家再归纳一下哦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不是用清单 而是直接去抓 那个工作表的名称 存在X里面 第二个的话呢 判断说这个目录里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话呢 那就跳过去 所以哦 如果假设你这边清空的话 他这个就不会直接key OK 也就是里面是空的 那如果不等于空的 那表示里面有档案的话 那就帮我key掉 OK 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让画面不要闪动的话 可以用上个礼拜讲到的部分 那请各位呢 试试看这个部分哦